据闪电快讯,9月27日,国家医保局召开 关于建立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 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 新闻发布会 医保监管对象将从机构向相关人员延伸 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 是在医保协议管理的框架下 从医保支付这一关键环节入手 对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实行驾照式积分 从而实现动态精细化管理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定点医疗机构与医保经办机构签订服务协议 在这家定点医药机构 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相关人员 就获得医保支付资格 同时也纳入医保监管范围 第一类是医院的相关人员 包括为参保人提供服务的医疗类、护理类 技术类的相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以及负责医疗费用和医保结算审核的相关工作人员 第二类是定点零售药店的主要负责人 即药品经营许可证上的主要负责人 相关人员自然年度内计分达12分 将终止医保支付资格 一旦在一家定点医药机构被暂停或终止医保支付资格 在其他定点医药机构也将被采取相应措施 在一个区域被计分处理的 信息会在全国共享 实现跨机构、跨区域联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